大家好,我是星星周博士 从我从业到今至少超过有2万枚以上的卵或者胚胎 是经过我的手去照顾他们的 在正常的IYF的实验室里面 我们通常会从妈妈的体内起到卵 到培养3天、5天或者6天的时候 最后送回到妈妈的体内 这个胚胎实验室的工作 就是我们来完成的 基因手术和正常的IYF 其实没有很大的差异 我可以简要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在社群卵完成X星之后 我们就会把开散蛋白和引导虚担注射到社群卵里面去 在社群卵的3到4个细胞之前 这个手术就已经完成了 您可能会知道 这就是我们介绍的一个叫Greensbrox-Line的技术 我们候选的第一个基因是C3-5基因 这个基因能够天然的免疫IYF的病毒的感染 在北欧的人群里面大概有一亿的人群具有这样一个突变 这个突变能够帮助到他们避免IYF疫情病毒的感染 我们也想通过基因手术的办法 去帮助更多的人去避免这种重大的遗传病 或者和遗传相关的疾病 或者是很多的罕见病 当然了 基因手术也和普通的手术一样的 可能具有一定的风险 我们也会去评估说 我们的这个基因手术完成之后 是不是会在正确的位点进行有效的切割 是不是有会伤及到其他的位点 这个是我们关心的 然后我们也通过前期的实验 至少三年的营状前的研究 证实了我们候选到的这个CCR5基因 是安全的有效的 刚才您看到我在操作的时候 可能是徒手去操作的 我想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在IYF配胎室工作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进入一个洁净的空间 去完成切副洗手法 保持我们的手是洁净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希望我们的手 去做这些显微操作的时候 有一个比较好的手感 怎么介绍这个手感的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我们做IX的时候 我的手是直接去接触这个操作笔的 那我的手去直接接触的时候 它的移动范围 我可以感知到大概 一个头发湿的脂巾的轻微的变动 我就能够感受到 第三个我想强调的一个部分 就是说我们每照顾的一个胚胎 或者是一个卵 它对这个温度的变化是非常敏感的 我希望把它呵护在我的手心 让我身体的这个温度传递给它 当我们做这些体外操作的时候 它就能够处在一个被保护的状态 因为我是胚胎学家嘛 所以我希望呢 我们每个胚胎呢 都能够发育成一个健康的孩子 我们得到的每一个孩子呢 都能够避免这些鱼酸疾病 或者罕见病 或者重大的这些 能够引起它生命或者生活质量 发生变化的这些疾病的困扰 让它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 这些疾病的困扰